银铃蛤蜊各头比50元铜板还要大 肉质饱满鲜甜 依照外形大小 每斤120到130 透抽一斤250 澎湖马祖空域生蚝 600到800任君挑选 蛤蜊超大蛤蜊 我看这个也很兴奋 牛肉跟海鲜都贵一点点 普遍起来会比较贵 还是要烤还是要吃 烤肉想吃好料 进口雪场蟹 活力十足的南非鲍鱼 螃蟹 澳洲水姑娘 超巨大虎虾 中秋节当天买肯定比较贵 买去没有去年强 所以价格推不上去 大部分都没什么涨 但是一些比较抢手的 甲殼类的话 就是涨差不多一成吧 烤肉当然少不了肉片 猪肉批发价 美金89到90元 牛肉羊肉也比平常贵 但如果想烤蔬菜 中秋节当天反而比较划算 要吃吗 南投鲍里角白笋一包12到13根 比上周便宜60元 四季豆便宜80元 青椒丝瓜玉米也降价 离山高丽菜美金掉到43 孤类价格持平 前两天烤肉那些食材的话 大部分都是涨幅有一到两成 今天都是已经回稳下来 今天价格都比上个月回跌 差不多有30% 今年中秋没有廉价 加上出国的民众也不少 烤肉热度不如去年 晾稳价稳 开心烤肉赏月 荷包也不会大失血 民視最后建议李一翰 SNG小组台北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民視新闻网